主席,本人發言是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隨著香港平均的壽命不斷延長 香港很快就會踏入超高齡化的社會 在這情況下,政府的挑戰或者市民的挑戰 除了改善醫療系統、長者照顧方面 其實怎樣讓市民做好退休保障 其實市民自己以至政府都是十分頭痛 政府一直強調強積金制度 是港人退休保障裏面一條重要的支柱 但正如其他同事說,很不幸 自從2000年12月實施以來 如果你去街問一下普遍市民對強積金的態度 其實都是負面居多 很多市民依然覺得強積金收費高、回報低 有些說是強迫金 本會、謝偉俊議員都經常提出這些觀點 所以當羅志光局長早前接受訪問時 提到下屆政府,如果處理了強積金對沖之後 就應該要加強和公共連金的配合 包括是否要強制 或者自願將強積金轉為公共連金 雖然政府稍後已多番澄清 說這個不會是強迫 但我再次告訴局長 其實社會上的迴響真是很大 我收的WhatsApp數目、市民的查詢 其實真是挺大意見 一方面 其實市民不接受強制 另一方面都必須要承認和自己去反思 市民依然是對強積金有不滿 主席經過了20年的運作 其實積金已經累積到一定的規模 根據積金局6月的數字 其實我們的總資產淨值已經去到12214億 在這個規模效益底下 加上積金二平台 其實無論是收費 以至方便用戶上 仍然是有改善的空間 我希望局方繼續推動強積金的改革 追上時代 特別是拉近市民和實質的期望 主席 為什麼市民會對強積金差呢 事實上除了積金當時產生 出生的時間回報低之外 我認為說實在 和積金局過去工作 搜救和恩賢有一定的關係 其實如何改善積金局的形象 我認為應該是積金局雜無旁貸 我不是說現在的主席 其實劉主席也很積極 他經常都有跟我溝通 不過必須總結 過去積金局的工作 是沒有起 怎樣讓市民 好像陳健波那樣說的 是掌握的強積金道理方面 是落功夫的 其實強積金道理很簡單 就是一個雪球效應 具體來說 就是透過每月的供款 即所謂的定投 將這個效益不斷擴大 簡單舉個例子 一個年輕人月入兩萬元 如果加上僱主的供款 一年就有二萬四 如果平均三十年 平均這樣算 總共供款得七十二萬 其實不夠退休 不過永遠就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去理解這個雪球效應 或者理解這個長期投資的 一些基本理論的話 你越怕去輸 你選擇一些保守基金 選擇一些債券基金 特別現在量化寬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肯定虧了 通脹都追不回 但這些信息 你積金局 我不覺得你有宣傳的 其實只要市民做一下功課 其實如果他找到一個基金 是年回報是五個percent 三十年後 他七十二萬 是可以變到一百三十四萬 如果跌一跌四個percent的話 其實他的增長也可以去到五十三個percent 可能市民就會說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高的增長呢 其實我都跟陳健波議員經常有溝通 我真的回去認真做過功課 我發覺其實有不少基金 過去是真的有這些回報 不過就是市民不理解 懂得或者掌握這些基本理財哲學的市民 其實他的積金的回報 我相信是OK的 但是正正是 因為這是全港的措施 很多打工仔就很害怕 由於也受到最初的積金回報低 或者是虧本的感覺 所以就經常選擇保守基金 或者是債券基金 導致我認為是越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所以怎樣讓市民掌握 那個正確的理財觀念 其實積金局真是雜無旁貸 我希望除了引入積金易平台 其實積金局在推動這些工作上 確實是要加霸勁 他不一定要自己做 我明白叫市民買股票基金 其實是有風險的 大家都不想由自己說出去 因為很擔心到時虧了怎麼辦 但是有些正確的理財觀念 是可以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做的 那麼積金局其實是有責任 去做這方面的工作的 很不幸過去積金局在這方面 我認為真的做得不夠 另一方面都要 雖然批評了積金局 我也要讚他 其實有兩項的措施 過去我認為是好事來的 也真的要多加宣傳 坦白說無論你怎樣做 都總有一批市民 因為這是全民的 他們沒有時間看積金 或者是不想看 或者覺得比較複雜 因為你這麼多基金 真的不是很容易看的 其實預設投資策略 是一個頗好的選擇 你怎樣讓市民明白 是一個其實已經按到它 這麼低的收費底下 還有一個合理回報 這個也是積金要做的 另外就是那個 半自由行 雖然我批評其實半自由行 就行得太慢了 應該是全自由行 才能夠令到競爭加強 你亦都明顯看到半自由行底下 那些受託人其實積極了很多 轉基金的使用者亦都是增加的 但是政治考慮或者政治現實就是這樣 我希望政府在推行全自由行方面的工作 可以加把勁 另一樣我想提的 就是積金局其實現在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怎樣讓市民 是可以更加掌握信息 其實積金局有很大責任 我親身有一個經歷的局長 原來我後來查到 我早前都沒什麼時間去看積金戶口 後來為了親身去了解 我發現我原來有兩個積金戶口 我希望透過強積金平台 了解我的戶口有多少錢 誰知道積金戶口原來沒有這個信息 給我一個信息 就說要回到個別受託人去了解查詢 局長你又說要鼓勵別人合一 又說要鼓勵別人看多些信息 十幾個受託人的信息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加上質說實在不是所有市民都掌握 這些投資基本概念 我認為積金局真的有很大的角色可以做 積金局現在網上有一個平台 就讓大家比對各個基金的投資回報 但是我認為有些信息 其實都沒有放在平台上 就好像每季的 每季的quartary funds sheet 即今的表現 我不知道局長你有沒有自己去查 月過沒有的即今局平台 要每個受託人 還要他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試過去找一些現在堪稱 都應該是全港最多NPF account的公司 其實很難找的 當然你說你只要年率化基金收費是合理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要讓市民自己懂得選擇 其實那個基金的內容 即他投資的方向 他的十大投資組合其實都很重要 現在的積金局其實沒有這些信息 我希望積金二平台推出前 積金局都可以繼續努力 去提高他在公眾教育方面的工作 主席今天是講述這條條例草案 我相信這是一件好事 其實也是得到跨黨派的共識 我亦相信今天是能夠通過 不過正如很多議員都說 市民最關心的始終都是收費 隨著規模越來越大 因為已經二十年了 加上現在政府也投資這個NPF的platform 我相信逐步去減低收費 還是有一定空間的 其實預設投資基金的收費 我認為都是值得賺政府做得到 積金局做得到的 有些我覺得應該可以提供更多 比較低行政費的一些選擇 剛才陳健波提到的 其實你如果做一些指數基金 理論上的成本是可以減低的 你都可以請各個Administrator 都可以多些提供一些便宜的收費 給市民去選擇 主席總體來說 如果政府希望繼續強化 強積金作為重要的退休之處 我想在公眾教育方面 仍然要花大量功夫 我希望你為積金管理局定下KPI 特別是怎樣去除積金局的污名化 以至增加那個自願性供款 我覺得這兩個都可以考慮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支持條例